没立刻读讯息一秒被拔关 蔡英文的超级爱将吴钊谢遭爆料 2019年底时当外交部长的他 在某个周末假日 为了某件事在主管群组呼叫领务局长陈俊贤 叫第一次陈局长没回应 第二次打陈俊贤局长还是没人回 第三次吴钊谢一怒之下直接就说 你下周一把辞呈送我桌上 杀鸡警猴把其他人吓坏 传出从此外交部一级主管 洗澡睡觉手机不离声随时待命 离谱耍官威难道是真的吗 外交部说没有评论 但在野党破轰 小英爱将太嚣张 简直把人才当奴才 吴钊谢2018年2月上任后 短短三个月多明尼家 布基纳法所接连跟我国断交 任内至今丢了五个邦交国史上最多 蓝军讽刺他是断交部长 该下台但吴钊谢这么说 我们的外交表现也算不错 我还是部长 说得自信满满在小英旁边紧紧跟随 不时立正站好当个称职的人行立牌 也难怪得蔡英文喜爱 断交再多次都没滚蛋 他在蔡英文的面前的这种 唯唯诺诺就让人家觉得是奴才 而不是一个大臣 对上面的卑躬屈膝 摇尾起连嘛 对上是这样 然后对下呢就是傲慢无礼 断交最多的外交部长 你早就应该不知道下台几次了 你还有什么脸在那边 对你的属下耍这种无聊的官威呢 文官的尊严被无情践踏 难道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爱用什么样的官 记者灵溪县灵佩杰台北采访报道 请多多多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